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觸犯內地偷越邊境罪的12港人之一 17歲學生黃林福 年初因為未成年 而獲內地不予起訴遣返回港 他早前已就前年12月 在旺角警署投擲汽油彈案 承認有意圖而企圖縱火 以及管有物品意圖摧毀財產罪 今日在區域法院 再就前途一事承認防惡司法公正罪 最終被判處入教導所 其中案情更加揭露了 12港人著草細節 顯示有關計劃周長及有組織 黃林福與其他參與者更加各施其職 並有金主出資協助前途 根據有意圖而企圖縱火 及管有物品意圖摧毀財產兩罪案情 黃林福在2019年10月14日凌晨1點左右 向旺角警署側門投擲汽油彈 但沒有起火 扣後他被警員折停 並在警界下表示 因為我很生氣 不喜歡政府 所以我就擲汽油彈 警方期後在他的住所搜到三門汽油彈 有揭發他曾經透過信息聲稱要為列士報仇 指我要做的就是 少了多少手足 我就是要燒死多少警察 針對妨礙司法公正罪方面 控罪子黃林福在旺角警署投擲汽油彈案保釋期間 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23日 連同一名叫廢中的男子 一名叫欣典 別名大媽、姑媽、姑姐 或者Sister的人 以及其他共犯 與其餘被告 包括喬影如、鄧啟燕 和李宇軒等共12人 計劃由香港潛逃至台灣 以謀求阻礙香港警方調查 或因為調查引起的刑事訴訟 案情逐止 黃林福與其他涉案者 透過Telegram等程式通訊 亦多次親身會面商討潛逃計劃 最終決定由鄧啟燃購買涉案快艇 各人亦有分工 包括指揮協調 資助潛逃費用、駕車接載、購買物資 以及在出途前提供藏力的安全屋等 至去年8月23日早上 包括黃林福在內 12名港人乘搭快艇離港 進入內地水域時被中國執法機關拘捕 黃林福早前被押解反港後被捕 在境界下招認去年3月 謀求逃往台灣 以逃避企圖縱火案中的法律責任 更加詳細交代案法細節 包括他在搜尋潛逃資訊時 在必名台灣手足的人介紹下 認識其他涉案者 由於他案發時是學生 無力支付潛逃費用 他其後獲告知有其他金主 為他支付大約15萬元的潛逃費用 黃林福更加獲知 需要帶同法庭文件前往台灣 屆時會有六委會人員接應並提供協助 至於與六委會人員聯絡的暗號 即是他們乘搭快艇離港期間 又喬影於告知 12港人案件的審訊陸續展開 相信會有更多潛逃計劃細節揭露出來 而如果有更多金主、共犯、幕後推手 都將會一一現營 最終必定逃不過法律制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